从北京天安门出发,沿中柔线向南46公里,是驻立于近南大地的一座地标性建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这座被誉为世界级工程奇迹,共和国超级工程的中国最大机场,历经11年反复论证选址, 4年中外设计师通力协作,54个月的建设工期,总参见人数多达几十万人,横跨经济两地,占地70万平方米,于2019年9月25日正式投运。 走进航站楼,最大的感受就是宽敞明亮。据介绍,整个航站楼一共使用了12800块玻璃,其中穹顶使用玻璃8000多块, 这一设计让楼内60%的区域实现天然采光,能耗也降低了20%。 这个最佳的舒适度。 对航名介绍,该设计已经升起了专利,据悉,大兴机场创造了103项新专利、新技术,65项新工艺、新工法, 获展化率达到98%以上。 以前的这个行李系统基本都是国外的这个这个集成啊,但是呢,大兴机场的这回就大胆采用了咱们这个国内民航二所的这个先进的技术, 现在目前运行效果也非常不错,从投资教材的来讲的就一系列的这种国产化,我们大兴机场的达到了98点多的, 机场在建设与运营中还将人性化观传室中,智能安检,无纸化通行,刷脸登机,新技术提升了旅客乘机体验, 航站楼无纸廊构型也提高了流程效率。 这样的话构型呢,是最优的控制了旅客的步行距离和这个这个进机位的停机数量, 就能够使旅客啊更多的是停使用这个进机位上飞机,并且呢控制航站楼中心点到最远端的这个步行距离, 现在我们大兴机场中心点到最远端的是600米,步行距离的8分钟, 这个呢也是得益于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构型的设计。 大兴机场的魅力不止于此,从位置上看,大兴机场地处金金记腹地,高速公路,高铁, 城铁,五纵两横骨干交通网络在这里汇合,向金金记乃至华北地区辐射延伸。 您看从这个地理位置,我就决定了,我们是处于金金记的一个腹地, 它不是专门为北京的一个本地的,不是专门为北京航空市场服务的, 而更多呢是服务辐射整个京南地区,河北整个广大的腹地, 以及那辐射天津的这个市场的,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 它肯定是要与北京的天津,还有这个石家庄共同组织一个3D市场的一个机场群, 共同来这个完善整个金金记的一个这个航空市场。 根据规划,大兴机场定位为大型国际航空枢纽, 预计到2022年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4500万人次, 到2025年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7200万人次, 远期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1亿人次以上的需求。 大兴机场运行管理部业务经理杨宇表示, 受疫情影响,2020年大兴机场全年旅客量16009.14万人次, 全国排名第17位,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取得接转性成果, 大兴机场旅客量不断增加。 在大兴机场目前自从3月28号2021年下航季的航班时刻开始执行以后, 大兴机场局方批复的日军客运的航班时刻, 总量达到了886万每日。 目前的实际情况执行的也是比较好, 日军我们实际执行航班有850架次, 实际旅客已经超过了11万人次, 整体的时刻执行率, 各航公司的时刻执行率都在95%以上, 客座率也在70%,接近80%了。 据介绍, 大兴机场2021年第一季度开通168条国内航线, 覆盖142个航点。 截至4月26号, 大兴机场本年度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41.13万人次, 保障进出港航班6.45万加次。 据了解, 目前大兴机场卫星楼和机场二期的规划正在进行中, 一面高悬在航站楼中央的五星红旗, 见证了数万名建设者创造了奇迹, 也将见证凤凰展翅飞得更高, 目睹中国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新奇迹。